國內首度查獲走私 越南豬肉製品被驗出非洲豬瘟陽性反應 警方在新北市新莊的一處倉庫 搜出了71公斤的月餅 火腿 熱狗 還有荷葉豬肉卷 其中豬肉製品被查出含非洲豬瘟病毒 已經全數銷毀 而越南籍不責人 鄧姓母女被移送法辦 檢方調閱了他們的電腦資料 查出銷售到全台1338個地點 擔心串供 法院已經採捲交兩元 收押禁檢 走出新北地檢署 這對越南籍母女低頭不語 他們因為涉嫌走私進口豬肉製品 還被驗出含有非洲豬瘟病毒 被裁定激押禁檢 他們做那個越南的生意 進來就很大包 出去他們在裡面混裝 出去就比較小了 實際來到兩人工作的工廠 鄰居說常看到貨車盡情輸出 當時遠景大動作道場查契 查貨大量從越南走私進口的豬肉製品 重達71公斤 經過檢驗 確認這批肉品帶有非洲豬瘟陽性病毒 而根據了解台灣的中下游 可以向越南旅遊公司下訂單 再由空運方式直接配送到 位於新北市新莊的倉儲工廠 涉案的軟性女子甚至還透過臉書 發文兜售進口商品 越南進口商表示涉案的母女只負責配發 還否認走私 農政 衛生 警察全投入立即展開追查 發現全台多達1338家中下游業者 甚至是一般民眾都會跟他們進貨 肉品流向全台各縣市 警方清查各處所 要將疑似相關案例的檢體採樣送檢 非洲豬瘟爆發三年半以來 國內首都出現走私 且含有非洲豬瘟陽性病毒的越南豬肉製品 現在相關單位要全力防堵病毒 在台流竄 整聊天 趙嫻 新北市報導 昨天國內首都出現 來自越南含有非洲豬瘟病毒的 走私豬肉製品 雖然攔下了71公斤 但傳出恐怕已經有部分流入市場 各地方也繃緊神經 出動了大批警力連夜調查 目前全台12個縣市 都有查獲疑似越南走私的肉製品 其中在花蓮 還有民眾透過網購 向走私的邓信嫌疑人禁貨自用 而且大部分都已經吃下肚了 警方查扣剩餘的肉品 將查驗是否含有非洲豬瘟病毒 你什麼時候去買這些的 你今天早上就買這些 有沒有已經煮掉了 打開冰箱仔細一看 裡面大包小包全是民眾透過網路 向走私肉品的越南廠商購買的豬肉 排骨 豬肉 一袋袋豬肉排列在地上 還有這鍋排骨湯 華蓮警方不敢大意將肉品全數帶回 要一一檢驗他們有沒有非洲豬瘟 不只花蓮 新竹有民眾透過團購網 購買來路不明的肉品 洋豬大縣 雲林縣 也有三間店家探承進口來源不明的豬肉 那這個情況呢 當然我們會覺得觸目驚心 現在目前查到都是過去式 那大概只有三個地方認為說 他們確實有買 有這樣的一個承認 那其他現在大概就 已經這個淹滅證據已經都吃掉了 為主的含非洲豬瘟的肉品在市面販售 各地方繃緊神經 出動大批警力連夜搜查 我只有豬肉鬆 豬肉鬆 給我看一下好不好 南投遠景大動作上門雞查 赫然發現屋內堆滿裝有來自越南的肉鬆 數量多到佔滿整個客廳地板 他跟他媽媽臨序 對 那媽媽在越南直接跟那邊的廠商訂貨 訂這個貨然後他就包裝起來 直接從越南雞到你這個 提到越南進口肉製品 遠景如臨大敵 國內查獲首宗非洲豬瘟走私肉品案 但嫌疑人並非首度走私 恐怕已經有不少問題肉品被消費者吃下肚 就是這一個 跟那一個 然後我們要 重新檢驗 麻煩你們協助一下 截至二十三號為止 刑事局經查有疑四越南走私肉品 遍及十二個縣市 要全面清查超過一千三百個處所 目前已查獲的不明肉品全部都要檢驗 警方會同各地方衛生農業單位 全面清查上中下游通路阻斷可能感染的風險 這台北綜合報導 農委會查獲走私含有非洲豬瘟病毒的豬肉製品 造成防疫破口 更發現專責航空包裹的機場X光機掃描作業失效 為此行政院長蘇貞昌今天一早就突擊逃機視察 並聽取官員簡報 院長表情不悅 還拿起麥克風怒標在場官員將近十分鐘 直言行政院要人給人 要錢給錢 要X光機給X光機 結果還發生破口 全場氣氛也瞬間凍結 國家行政院的態度 要人給人 要錢給錢 要X光機給X光機 結果發生破口 語氣聽得出很不滿 越南走私肉品案讓我國非洲豬瘟防疫出現破口 蘇奎新增行程視察逃機 歪著頭盯著官員聽報告 標親明顯不悅 聽著聽著跟幕僚要來麥克風 親自問話 問題一出 在場官員急忙解釋 貨運量大再加上貨物會夾藏在底部 X光機不免出現查驗疏漏 已經在跟業者協商 聽到這蘇奎火又來了 不滿官務署縱容 因為一查發現走私業者已經有41次違規 而且繳完罰款就能照常營業 你們要知道他最怕的就是被廢職執照 你們自己想得出方法 怎麼如今被外面查到走私 才反過來自己講一堆理由 院長連珠炮開轟 診斷過程將近10分鐘 但蘇奎聽取查驗簡報在淘機震怒 已經不是頭一回 2019年蘇奎走馬上任第一天 同樣到淘機視察 當時也是為了非洲豬瘟查驗 修理報告官員 兩年多過去還是出現破口 也難怪他氣憤難平 你們這個口沒有鎖好 就會這樣吧 記者林聰陽月達 桃園報導 台鐵泰魯閣號4084列車 4月2號發生出軌事故 釀成重大死傷 時隔4個多月 運安會公布了事實調查報告 不僅點出台鐵工地管理 六大缺失 也完整呈現了當時車上的死傷分布 發現82.1%的傷亡 集中在第五節到第八節車廂 其中47名死亡乘客中 戰票就佔了30人 第六和第七車 車廂連接處的潰縮區 死傷也很慘重 另外列車出軌之後的通聯記錄 也首度曝光了 行車調度員好幾度向車長喊話 說現在車上就靠你 你要穩住 司機員目前聯絡不到 只有靠你聯絡而已 最後車長臨危不亂 順利協助旅客脫捆 台鐵408次太魯閣號出事前行車記錄器拍下 工地移工曾跑到軌道旁向列車揮手示警 只可惜列車出隧道後 司機員只剩下7秒時間反應來不及阻止意外發生 事發後列車上通聯對話曝光 當天上午9點29分 車長不斷呼叫司機員 但都沒人回應 接著車長對外求助 通報車子出軌了 調度員試圖穩住車長情緒 要他耐著性子講 並詢問司機員在哪裡 車長說在巴車但過不去 調度員再向車長喊話 說現在車上就靠你了 你要穩住 最後車長臨危不亂協助車上旅客脫困 而當時車上死傷分布也被完整呈現 有82.1%傷亡集中在第5到8車 47名死亡乘客中戰票就佔了30人 其中最嚴重的第8車戰票有13人死亡 值得注意的是6車和7車車廂連接處的潰縮區 12張戰票中有8人死亡 高速運行的列車 它的風險跟比較中低處像區間車 它風險是不一樣的 所以這裡牽涉到說到底該不該有戰票 這個虧縮區也是那個是值得檢討 運安會公布泰魯閣號事故事實調查報告 也點出台鐵工地管理六大缺失 包括無門禁管制任用非法移工等等 家屬也質疑緊急通報處置有漏洞 有家屬就問李翼翔身上有沒有無線電 台鐵輾軍截鐵說沒有 但是我們看運安會的報告看到什麼 台鐵明明把無線電借給了李翼翔 台鐵連他自己借了什麼東西 做了什麼事情都不知道 其實原本施工地點24小時有專人監視 但今年3月15號 花蓮公務段已完成綱模拆除 唯有取消 結果不到20天就發生意外 事故相關證據曝光 運安會預計明年4月公布完整調查報告 就等真相大白還給家屬一個公道 記者正好報導 新鮮在5月ница 救ift cows 跟翼翔郭 並地產地 因爲